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蠢货毛小童奇人》 一起来听 杀平了一个月的三十二亿 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剧情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了解 前几天有朋友针对这部剧 提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他说 如果可以 你会选择剧中哪个女生的生活呢 我开玩笑地说 肯定是钟晓芹的生活呀 朋友问 为什么选她呢 其实只要简单对比一下 就很清晰了 顾家 既能顾职场 又能顾家庭 可谓全能 可就是因为太全能了 反倒让人觉得太累 曼妮 和我们很多人一样 来到大城市 单打独斗 做着看似光鲜的工作 实际上 一身狼狈 而钟晓芹呢 是上海土处 家里有房有车 没有经济压力 唯独一点 就是婚姻生活 如一潭似水 没有激情 好在 她和陈宇都审视了自己的问题 最后 重新走到一起 相比而言 钟晓芹的生活 其实是比较幸福的 这样的生活 试问 谁不想要呢 钟晓芹在三十而已中的人生 整体来说是幸福的 但戏外的猫小童 却拥有一段 不堪回首的过去 不少人都知道 她的原生家庭 不是那么幸福 小童的母亲 十六岁的时候 就辍学在家 照顾舅舅和舅妈 结婚过后 她才发现 丈夫不仅吸毒 还赌博酗酒 嫁给这样一个人 能指望她做什么呢 为了维持生计 她不得不出来做生意 即使是怀孕期间 母亲还在卖元宵 然而 因为劳累过度 导致她遭产 重男轻女的父亲 得知孩子是女儿 脸瞬间黑了 离开产房后 像消失了一样 没再过闻妻女 有一次 她在外面喝完酒 回到家里 撒酒疯 把伤在强暴的女儿 抱起来 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还好母亲 及时发现 帮回家后 果断选择了离婚 自那以后 女儿开始随母性 母女 开始了艰难的求生 母亲在冰棍场干过 也卖过服装 做过美容院 还开过各舞厅 一个弱女人 独自打拼 肯定不容易 但她还是用小肩膀 撑起了大家 小童幼年的时候 母亲就带着她 上各种班 学电子琴 舞蹈 声乐 尽管女儿也曾抱怨 但母亲 每次都说 等你长大了 这些 都是你的财富 小童不懂 但听完 又默默隐忍 自己的情绪 十三岁那年 小童考了舞蹈学校 离家去了北京 当时她觉得 终于可以离开家 自己生活了 然而才过了一个月 她就哭嚷着 不想上学了 母亲也想她 于是每周 接她回天津 周日再送回学校 有一次 小童在报纸上 看到了表演 预课班招生的信息 当即决定报考 并为此学习了四个月 考学之前 她对母亲说 给我两年时间 如果两年都考不上 就去学法律 没想到 专业第一年就考过了 到了中系 她开始了 学习表演的生活 同样是学习表演 可她却没有像 蓝莹莹一样 未雨绸缪 蓝莹莹 为了不和社会脱节 大一结束后 就开始了跑足实习 可毛小童 没有这种远见 只是按部就班的学习 她怎么也想不到 会在毕业后 迎来自己的一段 黑暗时光 毛小童毕业后 每天去不同的剧组面试 听说你们在招演员 请问 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呢 这样的话 她一天要说七八次 可每次面试 她总是不主动表达 以至于经常冷场 对方留下一句 你回去等消息吧 就结束了面试 她真的回去等 一天 三天 一个礼拜后才知道 对方是讲客套话 这样的日子 整整持续了两年 可她除了周转一剧场 别无选择 因为接不到戏 她没有任何工资 可生活 租房 各种费用 都是花销 有时候她也会听到 别的家长打电话来 回老家吧 你多大了 还花家里的钱 什么梦想呀 不要兴高其傲了 慢慢的 她的心态也不好了 可电话那头的妈妈 每次说的都是 吃饭了吗 睡得好吗 出门 要注意安全 她这才意识到 妈妈是以这样的方式 陪她坚持梦想 想通知后 她又振作起来 继续跑足 实习 做准备 简历不好看 她就学别人 做精美的拍板 见导演害羞 她就试图讲自己 对角色的认知和理解 她把每一次试镜 当作练习 和自我调整的机会 不断提升自己 不断尝试 终于在2009年 迎来第一个角色 饰演女二 可进了剧组 她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棒锤 拍戏不懂机位 也不懂走位 经常走出镜头外 NG次数多 被导演骂得狗血淋头 因为能力不行 还不敢跟其他演员交流 有一次 她有一场被绑架的戏 要等小姐救她 结果戏拍完了 没有人给她结绑 她就被绑了三个大业 最后还是厂雾 发现了她 当时厂雾留下了一句话 让她感动不已 她说 你这样 没准以后能行 这是当时 唯一关注到她的人 2011年 她演了《甄嬛传》的 英贵人 第一场戏 是《被刺白铃》 但她在大全景时 就开始哭 哭完 还得补进井 2014年 她在刀客家族 饰演明月 角色 要穿高跟皮靴 骑马 打枪 她害怕得不行 却逼自己硬着头皮上 2020年 她在获取病中 演琴鹅 拍景地非常冷 她要带沉重的头饰 还要骑马 拍了一段时间 她竟然发现 自己的头顶 有点凸了 但有戏拍 这些算什么呢 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她 却又遭遇了两件 令自己身心疲惫的事 2015年 小彤与陈翔 因戏生情 官宣恋爱 2017年 陈翔宣布 两人分手 却没有公布分手原因 后来陈翔参加综艺 被提及分手 她解释说 两个人聚少离多 导致了分手 然而没多久 一段监控视频 爆出陈翔的出轨真相 原来当天 小彤回家的时候 恰巧撞见了陈翔吃星 视频显示 毛小彤 仅仅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打包好行李 离开陈翔家 并干脆利落地 和她分了手 这段视频流出以后 火速上了热搜 人尽皆知 毛小彤在感情处理上的 当机了一段 也让网友叹服和赞赏 与此同时 网上却有好事的人骂她 说 自己男人出轨 竟一声不吭走了 是把蠢当作白莲花吗 在这群键盘侠看来 出轨就是要公开处行 没有闹剧 嫌太平 面对种种舆论 她不得不出来回应 她说 感情是私事 我不想过多地评价 我目前和未来的重心 是工作 拍好戏 这才是观众希望看到的 另一件事 是毛小彤的 吸血鬼父亲引起的 此前 生父曾经吸毒入狱 如今一出狱 就来找女儿的麻烦 她在电视节目上 控诉女儿 出了名 就忘恩负义 优麦惨 以前是怎么对女儿好的 与妻子分居以后 每个月给女儿的抚养费 有五十元 如今 毛小彤红了 给母亲住别墅 买豪车 她却什么也没有 接着话锋一转 她突然露出 丑恶的嘴脸 直接向女儿索要五千万 她说 如果拿不到钱 那就一杆子插到底 一起下地狱 这次 毛小彤依旧对这件事不回应 有传言说 她只是私下拿了一些钱打发 之后再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 有网友评论 毛小彤真的是个蠢货 而我并不这么认为 对于爱情 她多次提到 羡慕那种相濡以沫的爱情 不需要轰轰烈烈 她在乎的是踏实 细水长流的情感沟通 陈祥出轨 她肯定是受伤最深的 可处理感情 真的要你死我活吗 她只是想给这段感情 留下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对于亲情 她也知道 父亲一派胡言 只是想要索取利益 可对方毕竟是自己的生父 闹得太决绝 反而会引起公愤 就像蔡康勇说的 那不是原谅 那叫算了 无论是陈祥带来的伤害 还是生父的血盆大口 都没有让毛小童 对这个世界 失去美好的幻想 因为她深知 自己还有母亲这片避风港 但小童真正强大起来 是源自14岁时的一件事 有一次放假在家 母亲在浴室洗澡 好久都没有出来 意识到不对的她 跑到厕所一看 母亲没气中毒晕倒了 翻过身子来 还口吐白沫 她顾不上害怕 马上打了120 又通知姥姥家 等到母亲上了救护车 情绪才突然崩溃大哭 后来医生告诉她 再送晚点就来不及了 从那以后她意识到 自己要开始保护母亲了 当然她也知道 母亲是缺乏安全感的 所以带着母亲的不辜负 也是对自己的不辜负 她开始在演艺圈打拼 就像母亲当初怀着孕 还要赚钱养家糊口一样 演艺十年 她从一个新人到女配 再到女主角 一步步走过来 圈内好友对她的评价 也正如她本人那样 韩雪说 她演戏认真 投入 不会给任何人添负担 白宇说 她看似文弱 内心却很强大 排气非常贫 于朦胧说 她自信 独立 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一路走来 有两个道理 是她深信不疑的 学习 才能不断前进 坚持 才能越走越远 在这样的信仰下 她凭借着自己的本事 赚钱养家 保护家人 也在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上 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 如果你问她 她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我想就像她说的 生活是一颗酸柠檬 但毛小彤已经把这颗酸柠檬 做成了一杯好喝的柠檬水 愿你我像她一样 历经磨练 蜕变成不一样的自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